Hello,大家好,我是胖鸭 胖鸭昨天临时起 准备自驾穿西小环线 为期三天的一个旅程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多钟 胖鸭就决定出发了 我们是经过都文高速 从都监验走高速 然后到印秀巷 然后到达卧龙 小金丹巴 新都桥 康定 回到亚安 然后再到成都 现在就跟着胖鸭的脚步 一起去看一下吧 走 胖鸭准备带这件棉衣 还有两床被子 就带了这些面包 到时候到超市里面 再去补充一些其他的干粮 现在我就准备坐电梯 下去开车就出发了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司机 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文 我们现在就出发了 好高兴呀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都监验 准备走都文高速 现在胖鸭 现在胖鸭已经来到了都文高速路上 有这个高速的话会非常的方便的 因为以前胖鸭走那个国道 真的是很艰险 很危险的路 有这个高速真的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啊 这山很大呀 修高速的话会非常的艰辛的 真的为中国的现在的技术点赞 旁边就是敏江 这个都文高速真的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因为走国道的话 我们上次久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这个高速的话就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 非常的方便快捷 而且安全 接着我就已经来到了硬秀镇 这个是硬秀的冬春 给大家看一下 见得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是藏族的白塔 胖鸭前几天才来到硬秀冬春 以前也发过视频 大家可以翻我以前的视频 这个视频的话就对它略过了 好了胖鸭准备在这个地方 休息片刻就准备出发了 我们下一站准备去卧龙 关注胖鸭 一定有你想看到美食与美景呢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